玉佩老师 什么样子微命格的人 有财也有库 这是最难得的 真的 其实在我这个论命的过程当中 每一次最常碰到的问题 都是在问说 老师我的财库好不好 其实在命理上面 财跟库是两件事 财指的是现金 库指的是不动财 所以就如镜准刚刚所说的 有财又有库 这个叫做100分的命格 也就是说他名下 他有不动财 可是他也有现金 而这个不动财 不是来自于父母亲 长辈剩余的 他是凭自己的能力买的 这是100分的 那么80分的命格 叫做有库无财 也就是说他的名下有房子 但是他的现金不会很多 只是他的现金 流到不动财上面去了 那么第三等人 叫做有财无库 像有很多人 我们看他一个月 好像二三十万的再赚 以我们的这种认知 一个月这么多收入的人 他名下应该有房子 他没有 他的钱并没有入库 所以有财无库反而排到第三 当然最糟糕的人是既无财也无库 那么这个什么样命格的人 有财有库呢 那我要跟观众朋友讲 你不要去跟赌林比 你跟你自己比 因为每个人的赚钱的格局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我现在一个月的收入三万多块 可是呢 我银行有一点点现金 但是我买了一个小小的不动财 这个容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啊 所以跟你自己的能力来比 哪怕只有小小的一间 那个都叫做有库的人 那我们要看的是命工 所以大家把紫薇名盘的命工拿出来 我这里一共有三个 但是这个不是排名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其实你只要对到任何一个都算是第一名了 我们来看呢 是什么样命工做命的人 他呢 有财又有库 命工如果做到了 天府这一颗心 阿妙为恶 紫薇斗树来讲 他叫做财库之心 天府做命的人呢 理财能力超强的 但是他的理财呢 是属于比较保守型的 他手边如果有现金的话 他心情就特别的嗨 他如果手边现金不足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忧心忡忡 所以天府做命的人 他抱持的是 人生以保守投资为目的 所以最终呢 这些钱还是会回到不动产上面去 那么第二个呢 是应工如果是有无曲的 无曲呢 他又叫做现金之心 现金 我们在做的人 Yuki是贫向做命 Yuki最共有 然后呢 绝对就好 OK 好 Amy是贪狼做命 好 那无曲呢 他叫做现金之心 也就是说无曲做命的人 他比较倾向在现金的掌握 他做什么事情手上一定要有现金 那如果无曲做命的人 他又有会到路程的话 这个一定叫做有钱人 那么无曲做命的人 他秉持的态度叫做 人生以赚钱为目的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呢 这个叫做太阴心 太阴又叫做 叫做什么心 叫做资产之心 因为他一心做命的人呢 他重资产 比重是现金还要重 也就是说 他只要一有钱 一定是放在不动产上面去 所以他的不动产 就是这种慢慢慢慢 以小变大 以旧换新慢慢慢慢滚过来的 所以他在累积财富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靠不动产 其实在紫薇斗书来讲 一共有三大财心 这三大财心就是天府 无曲太阴 不管你的命公是那一颗心做命 等于是你这个人生下来 就是抱着财来的 抱着实路来的 那财心做命的人 除非自己挥霍无矣 要不然的话 这一生的财运是非常好的 可是呢 这个是指的财心做命 我们有另外一个叫做同论 只要你这三颗心 有其中一颗在你的田载宫 你的库 或是在你的财伯宫 你的财都同论 其实Yuki就吻合了 因为你的田载宫是空的 我们借过来对面是太阴 所以这个叫做资产之心 那么你的财伯宫呢 本身对是天府 所以你这两颗心 虽然不在你的命公 可是同论 在财伯宫跟在田载宫 都是代表是 未来是有财有库的人 那么这三颗心 最怕碰到什么 地空跟地结 这个会形成的空库就是 就好像我刚刚说的 一个月二三十万的再赚 可是钱财都没有入库 那个就叫做金马桶须有其表 所以对到 有对到的观众朋友 不管你是在命公对到的 或是财伯宫 或是在田载宫 我都要恭喜你 其实你本身具备的 有财有库的能力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 为自己的库做准备 那么你现在就要开始 为你的库开始做计划了 要不然的话 你空有这么好的一个财心命格 这三个组合就给大家做参考 贝老师 有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比较幸运 天生就有财库 赶快把紫薇命盘端出来 我们来对对看 你是不是一个天生有财库的人 其实天生有财库 指的就是 你是一个自己带着实路来的人 带着实路来投胎的 你不需要去依靠他人的人 我们要看的是有两个宫位 只要有一个宫位对到了都算 命宫或是田宰宫 所以大家把命宫田宰宫 这两个位置拿出来 我们来对对看 你是不是有上榜 那么天生有财库 第一个就是 这个就是爱买房子 你的命宫或是田宰宫 如果做到了天谱或是舞曲 或是太阴的人 就吻合了 就是爱买房子 其实我们要先解释一下 财跟库是两件事 库比财大 什么叫做库 库就是帮你藏财的地方 所以我宁可一个人有库无财 我也不要这个人有财无库 有财无库的人 就有一点像银行的行员 一天到晚看起来 过手的现金很多 可是过路财神 干爽熟的都是别人的钱 都不是他的钱 那么在命理上面 把有财富的人二分法 就分为两种 第一种人叫做 是说他名下有很多很多的房子 可是他手边可用的资金 活络的资金不多 这个叫做富有的人 另外有一种人 是他手边的现金 你随时要跟他调钱他都有 可是他名下并没有房子 甚至于有的人有那么多现金 他还在租房子 这个我们就称他为有钱人 他只是钱财没有入库而已 那么这三颗星 在紫微斗数来讲 它叫做三大财星 紫微斗数的三大财星 那不管是在命工也好 在财博工也好 就是你自己带着福祿来的 那这三颗星他其实最喜欢到田宅宫 我们如果他喜欢到紫微斗数 斗数有三个宫 第一个叫做田宅宫 这个叫做财入库 第二个他喜欢到财博工 这个叫做有钱花 那如果你是命工做到了天府 或是无曲或是太阴的人 这个叫做爱赚钱 所以田宅宫跟命工 有这些星的人 他这人生就是以赚钱为目的 以买房子为宗子 房子不嫌多 多多益善越多越好 所以他会成为一个有钱人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他会有财库是因为他中年后才富足 也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很辛苦的 命工或是田宅宫 如果分别做到了天相 或是贪狼或是天良 这三个的组合 他们都是白手起家 先苦后富的人 他们的库不是一次到位 而是涓低成河 慢慢慢慢流出来的 其实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 他也是花钱不眨眼 美金当日币在花 根本就不会想到说 要做一些理财 要做一些投资 可是很奇怪 一旦他们结了婚之后 就好像换了一个脑袋一样 突然间他觉得他开窍了 他觉得应该要给自己 跟家人一个安定的窝 所以他开始努力 开始拼敌 开始在不动产上面 去做投资 去做准备 所以他就开始卖出了 有钱富足的第一步 其实对一个人来讲 最难的就是投期款 可是你知道吗 一个人只要有了第一间房子 投期款有了 第二间房子 甚至于第三间房子 你只要拼很快就会来 还有另外一种人 他中年之后会致富 是因为他骨子里 他就是 我为什么要过得比别人差 他不想被别人看不起 他更不想被别人踩在脚底下 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就是很拼命的工作 拼命的存钱 所以到了中年之后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他一定是会富有的 那也许观众朋友 你的命格或是天宰宫 刚好有对到 可是你会说 老师你火烂 你根本就不准 我到现在 我到现在 我工作还不稳 我到现在我还在租房子 甚至有人说 我现在我还负债累累 其实不是老师不准 如果你是这样组合的人 而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请你去检视一下 你为什么会工作不稳 那你为什么还会租房子 你为什么会负债 跟你同命格的人 到了中年 他们都成为富足之人 所以有一句俏皮话 讲起来说出来不太雅 可是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 俏皮话 是老鼠脱脱血那种 花钱跟拉屎一样的简单 对不起 赚钱跟吃屎一样的艰难 是不是 所以当你在那边抱怨 你没钱的时候 你去检视一下 是不是你平常在钱上面 就跟拉屎一样的 简单把他给拉掉了 所以如果说 一个人不想被别人看不起 不想被别人踩在脚上 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个你就是变得比他强 第二个你就变成屎 那你就不会被别人踩在脚下了 所以有没有钱 其实这个组合完全跟什么 父母没有关系 我刚刚说是自己带着财路来的 但是要注意 尤其是田载工 最好不要有 寝阳陀螺火星离星地空地结结空跟化境 其中之一 这个叫做破库 那即便是你有不动产 你一定要小心 你可能在买的时间点不对 比如说高价买进 你可能会低价卖出 或是说你投资 或是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失败了 你破库了 只要有这些心 只要你有库的人 都必须要有这样的预防 这两个组合就给大家做成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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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